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你们是否好奇为什么我们要谈论Boof迭加藏海传,还有肖战的官宣呢? 尖叫之夜的王一博又是怎么赢得大家的目光的呢? 别错过今天的内容,我们将为你揭开这些神秘的谜团。 Boof迭加藏海传凑齐诈骗大满贯,肖战还没官宣吧? 娱乐圈总是会发生一些很离谱的事情。 那一年父母都劝导布勒的行为,要肖战来负责。 这一次是父母都管布勒的工作问题,粉丝却上跳下窜的替艺人打架。 也没下雨啊,脑子怎么就进了水了? 肖战都没官宣,部分粉丝却因为瓜料吵了起来。 感情这么充沛吗? 这么信任瓜主,信任营销号,是智商没上线还是屁股坐歪了? 相信营销号的话是真的,还不如相信猪自己会爬树。 多少风波音不明不白的瓜料而起,怎么还是这么容易被挑拨? 肖战全网无真料,吃瓜就是个乐喝,真情实感大可不必。 肥虾每个月一封家书,为的是嘱咐粉丝安静,不要轻信留言,不要被挑拨。 但有些人就是视而不见,不断地找理由去居这个居那个。 这样的粉丝是真的为他好吗? 不,他们只是打着爱他的名义败了。 真正的目的却是损伤肖战的利益。 不断地制造话题,利用粉丝的敏感点挑起争端, 煽动粉丝去撕剧方或平台, 对外营造肖战粉丝很难搞的负面形象, 对内损害肖战的口碑,贬低他的价值, 阻断他未来的优质资源,乃至主流证据资源。 就好像孩子进了尖字班, 得知班主任和主客老师都是特别优秀的, 哪个家长会去操心美术音乐体育老师是谁? 更别说,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早在孟海和玉古瑶即将开播的时候, 这种类似的把戏就已经发生过了。 他们的本质就是批皮搞事。 真正的粉丝不会对艺人指手画脚。 外行指挥内行,对肖战的各种要求, 对剧组的各种要求, 只是想不断激化粉丝情绪, 挑拨粉丝去撕工作室甚至他本人, 最终诱导粉丝脱粉而已。 源源不断的话术诱导,让人险些忘记了。 肖战只是演员,不是导演,不是制片,不是资本。 他并没那么大的能力可以改变一部剧的选角还有其他。 醒醒吧。 居人,从来不是帮忙的手段。 肖战用意得,用演技换来的与大导演合作的机会, 不是让这些人挑刺攻击剧组的。 这是什么粉丝? 谁又真的知道事情真相? 只凭个别人煽风点火就说剧组有问题, 不过是打着肖战粉丝的名义去采饼撕饼,向剧方施压。 妄图撕掉肖战的好资源,让他家主子趁机简陋。 恶狼环刺的恶劣环境,玩的是杀人不见血的商战, 肖战适应得很好,你跟上了吗? 尖叫之夜王衣博被指淫麻了。 可视诚意却凭借自己,成功脱颖而出。 11月25日,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盛大开幕。 从道场的众多明星中可以看出, 超过100名明星身着盛装参加了颁奖仪式, 并在此过程中共获得了52项荣誉。 在尖叫之夜结束后, 尽管许多网友认为王衣博取得了胜利, 但诚意却因其出色的表现而脱颖而出,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请注意,本文中的所有图片均来源于互联网, 感谢原创者。 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 请及时与本号作者取得联系以便删除。 请注意,图片内容与您无关, 请勿将图片与您的号码相匹配。 在尖叫之夜红毯活动中, 众多女明星, 如古丽娜扎和迪丽热巴等, 因其独特的造型成功登上了热搜榜。 这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热议。 在所有男明星中, 王衣博再次成为了焦点。 尽管他只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西装, 胸前只有一个配饰, 但他的整体形象却散发出一种高贵和优雅的氛围。 当他与现场粉丝互动时, 立刻赢得了粉丝的尖叫和热烈的掌声。 大家都知道, 在这样的颁奖仪式上, 明星们的座位选择是非常讲究的。 通常, 他们会选择靠前或靠中的位置, 这样在娱乐界的地位就会相对较高。 令人意外的是, 王衣博坐在了舞台的四号主桌上, 与大鹏相邻, 而三号主桌则适于何尾? 看到王衣博坐在这样的位置, 粉丝们纷纷表示,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除了位置之外, 网友们注意到王衣博的各项数据都非常引人注目, 官方宣传的热度已断层的优势远远超过其他明星, 获奖的点赞数也是断层的, 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 都有王衣博的粉丝支持他。 我们可以看到, 当王衣博上台时, 节目组给台下的镜头, 就像一片绿色的灯海, 这直接证明了王衣博的人气。 在被称为尖叫之夜的活动中, 王衣博荣获了爱奇艺电视单元年度男主角的称号, 而女主角则是由妮妮赢得的。 尽管爱奇艺的颁奖典礼上, 王衣博的每一次亮相都得到了认可, 但他所获得的奖项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这也是对他的一种肯定。 不久之后, 网络上发布了关于尖叫之夜艺人热度的统计数据, 王衣博的人气再次攀升, 远超其他明星。 更为关键的是, 在词云的收视数据中, 王衣博的关键词不仅出现在节目的中间, 还被认为是最大和最明星的。 所有这些数据都证实了王衣博的受欢迎程度。 看到这些数据后, 网友们纷纷发表评论, 认为王衣博真的是赢了不少钱。 在尖叫之夜活动中, 除了王衣博之外, 诚意依靠自己再次亮相。 在红毯活动中, 诚意要求与他同行的人站在C位, 而他自己则站在旁边进行合影。 当对方要求他站在C位时, 诚意的表情立刻逗乐了在场的网友。 当诚意进入场地后, 他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座位, 于是开始做出一些假动作。 直到工作人员提醒他, 诚意才意识到自己的位置。 他甚至没注意到桌子上的人都叫他诚意。 看到诚意一脸困惑, 网友们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没错, 这就是他的正常操作。 在一项又一项的奖项颁发结束后, 有些艺人选择离开。 通常情况下, 艺人是被允许先离开的。 但从现场传出的照片来看, 大多数艺人离开后, 诚意仍然坐在原来的座位上。 看到这种情况, 很多网友都对诚意的人品表示赞赏, 认为他可以先离开, 但最终留下是对他的尊重。 提及2023年的热门电视剧狂飙和长相思无疑是众多网友的首选。 然而, 除了这两部, 诚意主演的《莲花楼》也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反响。 在众多的古偶剧中, 该剧表现出色, 吸引了160多万观众, 其中有9.3分的高分。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是2023年爱奇艺唯一的演唱会, 也是唯一一部举办庆宫宴的作品。 在被称为《尖叫之夜》的活动中, 诚意荣获了爱奇艺戏剧单元的年度最具影响力, 男演员称号, 这无疑也是对他的一种认可。 2023年的《尖叫之夜》已经结束, 亲爱的读者们, 在观赏《尖叫之夜》的时刻, 你们被哪位名人所吸引了呢? Boof叠加! 《藏海传》凑齐诈骗大满贯, 肖战还没官宣吧? 《尖叫之夜》王一博被指淫麻了。 这个标题令人充满好奇, 充满了电视剧、 娱乐圈以及明星宵、 战和王一博的各种猜测和热议。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话题, 一一解答。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电视剧《藏海传》。 从标题中可以看出, 这部电视剧似乎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或者说是凑齐诈骗大满贯。 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或许是指该剧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不仅在收视率上表现出色, 还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BOOF叠加这个词汇可能是在强调该剧的成功因素 有多么多样化和多层次。 不过, 具体的信息还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接下来, 让我们转向肖战。 文章中提到他似乎还没有官宣, 这可能是指他还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新的项目或消息。 肖战一直以来都备受粉丝关注, 他的动态一直备受期待。 也有可能是作者在这个标题中加入了一些调侃的元素, 让读者感到好奇肖战未来会有什么新的动向。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尖叫之夜和王一博。 文章中提到王一博被指赢得了某种竞赛或比赛, 但是否真的如此还需要我们深入了解。 尖叫之夜是一个娱乐活动, 通常涉及各种竞技和表演节目。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以多才多艺而闻名, 他的表演才华在这种活动中可能会大放异彩。 总的来说, 这个标题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 引发了对电视剧《肖战》和王一博的关注。 然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话题, 我们需要等待更多的信息和详细报道。 希望这些话题会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